在网络上流传了这位台湾最正的美女家教老师 画面左手边你看到的这位今年才24岁叫做赵云 她的家教是兼差 正值是一家知名科技公司副董的私人特助 不过她的两份工作加起来年收入破百万 让人很难联想到的是 她拥有34衣好身材的赵云 家教教的居然是血毛笔刺 有的时候衣服稍微穿紧身一点 学生都要问她说 平常你在家教的时候都穿这样子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赵云 想看我写书法吗 来看吧 好看吗 这是我写的刀你们喜欢吗 笑容今年才24岁的赵云 拥有34衣的脚好身材 从小学三年级学写毛笔字 可是网络上人气超旺的美女书法家教老师 怎么可能就不像啊 然后说我真的会啊 他说乱写多久 我说我从小三开始学 怎么可能 然后一直到我真的有写给他们看 他们才相信 写了一首好字 赵云兼差教一小时书法 有一千块的行情 每个月可以替他赚进两到三万的零用钱 不过量力外形的赵云 正值其实是科技公司不懂的私人特助 月领六七万高薪 加上家教收入年赚七位数以上 我都会拿糖果诱惑他们 我说你专心 你写一个字写很漂亮 我就给你一只棒棒糖你可以喊在嘴巴里面吃 受到学生家长喜爱书把家教接不完 让赵云年纪轻轻就赚进了人生第一桶金 除了定存之外 每个月固定投资新兴市场基金 不过真正让他有不错获利的 其实是澳币和人民币 对外币有小小小的研究 因为像我之前有买人民币 我买的时候才1比4 然后现在已经1比49的样子 就还小赚一点啦 买外币大赚一笔 赵云对投资理财越来越有兴趣 也开始研究科技类股 接下来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市林埋间 两房一厅的小豪宅 用缴房带当存钱 近身又可以租 东森曾经一种金敏怀 台北报道